是石頭 從刷流到前面躺一條鋼鐵的床上 你如果從高速遼望下來 你就會發覺到一個瓶裝滿了白米流出瓶口的意思 所以就稱它為白米瓶 好 我們在民國 82 年成立了白米色漆發展協會之後 現在都已經沒有人在講白米瓶 都是講白米色漆 好 白米色漆 那麼我們來到白米色漆沒有白米 到臺中買太陽體沒有太陽 蘋果麵包裡面沒有蘋果 我們所講的白米就是白色的石頭 白石米 來 看一下這邊 這個像不像米來 你們看一下 這像不像米 像 這是白色的石頭 好 白石米 簡稱為白米 你們可以抓一把沒關係 你可以抓一把然後放下去 你會發覺到你的手混混沙沙的 因為它是石灰 石灰我們在工業或食品都常常用到的 譬如有牙膏 口香糖 雞鴉 飼料 化妝品 職業的 包括醫院裡面拱的石膏 胃藥 鈣片 豆腐 豆漿 豆花 檳榔 塑膠 油漆 橡膠 乳胎等等都要用到 因為它裡面還有很豐富的天然碳酸鈣 所以經過加工可以吃的 不過它是有分%數的 不一定說全部都可以吃 有的是用在工業的 好 那麼它裡面有這種大白石的 來 大白石跟白銀石 大白石的現在很少了 剩下都是這種白銀石 它的出產量是佔我們前台的80%的出產量 也就是說我們台灣所有的輸出 都是從我們這邊輸出出去的 那麼早期日本人所發現出的可以做水泥 我們經過加工 將它磨成粉之後 一根黃絮孔裡面 它可以容納有16粒的石灰石的粉末 粉末是什麼 就是這樣不受控制的 到處亂灰的灰塵 那也因為這樣子造就了我們這邊落成量 空氣的汙染它是前台的第一名 這樣好嗎 那麼好 所以來到這裡 現在不會啦 所以我來到這裡 當時都這樣子給我們指指點點 你們這是最糟糕的社區 我怎麼跟你們說 我都頭禮 我都不敢說 我們現在可以抬頭挺胸了 因為我們經過抗爭一年之後 台灣沈泥公司製造廠就在我們的左前方 他後來就買了一部吸塵器 像吸塵器一樣 把空氣的汙染前部吸進器再造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是一個乾淨的空氣 好 來 那我們現在要來介紹的這位 Digit